大型貨車來回進出 工廠內停滿重型機具 炎炎稀少又做了高價潮篷 位在新北市淡白區的五谷 現在房價也不再清明 位在五谷的周紫陽重化區 過去都是像這樣子的舊廠房 有很多的大型機具 後來有建上建築之後 部分都已經蓋成是新大樓 像是我後方的這個社區 最新的成交單價還突破六字頭 周紫陽重化區 過去是垃圾山的一角 房價也被進北市淡白區 探看數據來看 二零二零年成交均價為二十九萬 二零二四年已經來到六十萬元 讓民眾大探買不下去 甚至有時候還比台北還要貴一點 蘆洲的新建案已經開到八字頭 所以八字頭他們退而九十次就來到五谷 那五谷現在因為又加上坪數比較小 新建案的話現在全部都是六字頭 不只五谷同樣是淡白區的細紙 近期也出現十七年社區 十家登陸單瓶衝破七字頭行情 再一創新高 另外新北市淡可區三峽還有櫻哥 近兩年房價漲幅都超過百分之三十以上 很驚人 高房價時代蛋白蛋殼區都變貴 想要便宜置產 儼然成為天方夜譚 三立新聞彭祝華 張廷祥 劉富慈 新北報導